哈喽大家好 我是环球医师 今天我们来讲比特币 比特币是一种虚拟货币 被称为21世纪最大的谜团 因为它涉及到的金融 本来我们在哪就用哪的货币 在中国就用人民币 如果在中国用美元买东西就很麻烦 去银行兑换还有一些手续费 这时候很多人就想 如果世界上都用一个统一的货币就好了 所以老秦的想法特别超前 在多少年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比特币就相当于 通用的货币 但这个不是国家发售的 所以遭到了很多国家的反对 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承认 或者使用这种货币 就会丧失货币的发行权和控制权 在所有国家都不想看到的局面 现在许多国家都不接受比特币 但很多国家不承认比特币是货币 说比特币是一种商品 就像奢侈品一样 谁都可以去炒作这个比特币 炒作这个商品 有很多人就想问 那为什么不直接封杀掉比特币 其实比特币你封杀不了 比特币最早是2008年的时候 在美国密码学的学术论坛上 有一个叫中本重发了一篇论文 这个论文就是比特币的金融属性 以及系统的结构 这篇论文一出现 就引起了许多顶级工程师的关注 开始尝试按照他论文里的内容 编造这个程序 在众多工程师的努力下 两个月系统就搭建完成了 而比特币在2009年 整个系统就开始运作了 并且非常完美 毫无漏洞 第一批生产的比特币 就打击了中本重的账户 所有人一看 这个东西可行 就开始挖矿 比特币最不让人理解的地方 就是挖矿 其实简单来说 挖矿就是一个软件 你打开软件之后 让它不停的每天工作 这样就可以获得比特币 其实人类最开始的钱 只有金和银 那金和银怎么来的呢 就是靠人挖 比特币也是一样 只不过挖矿的不再是人 而是计算机 说到这儿 肯定有很多人想问 那我开个电脑 开软件不就赚钱吗 这个是非常错误的 比特币的生产数量 其实是固定的 你也可以理解 开始的时候它很赚钱 后期越来越不赚钱 为了保持比特币的稀有性 比特币上线只有2100万个 现在已经挖出1900万左右 再一个 现在挖矿的人太多了 竞争的人也多 你获得比特币的几率 就越来越小 而专业的人都用矿机 这个矿机什么也干不了 只能挖矿 一台好一点的 大概就得2万多块 是一个非常烧钱的买 而且拥有比特币 最多的就是中本充 因为整个比特币论文和系统 都是它搭建的 是中本充发明的 所以第一批比特币 就直接进了它的账号 中本充的账号里 最少有100万个比特币 每一个比特币 大概价值在7万左右 人民币 总价值大概在700-800亿 我数学不太好 可能有误差 总是非常有钱 但中本充的账号 没有任何比特币交易的记录 一个它都没用过 也没花过 就放在这 而比特币 其实也是有诱点的 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那它的货币属性 就不会受到任何局势的影响 你就是打仗也好 它这个永远都是保值的 并且上线是2100万个 绝对不会多 恒定的数值 就保证了它的价值 第二个就是安全 比特币的安全属性 可能要高过 我们认知中的任何一个APP 它就是一串加密过的数字 安全到什么程度呢 你自己把它弄丢了 你都没有办法找回来 而且很多国家 对比特币的态度 就是你可以炒作 但不允许你慌 从这一点上来看 比特币的属性 是非常优秀的 这就直接威胁到 我们现在国家的货币系统 看上去全是优点 那它的确点也是非常致命 第一 如果交易出现错误 它不能追悔 第二 账户里价值10亿的比特币 一旦你忘记密码 你就等于破产了 它不像银行可以挂石 第三 比特币没人监管 无法追踪 就导致了一些灰色的产业 比如我们常说的暗网 这个以后会讲 第四就是分配的问题 竟然一出来 没几个人知道 就导致了比特币 一头独大的情况 就像周本聪 莫名其妙的资产就过百亿了 而最大的弊端呢 就是系统问题 因为系统和论文都是公开的 所有参与搭建的工程师 马上就可以搭一个 一模一样的系统 这就导致现在的 网络货币非常多 什么莱特币啊 狗币啊 各种各样的太多了 规格接底啊 我个人觉得 比特币这个东西啊 没有搬砖挣来的钱踏实 对我而言啊 这个东西就是个虚无缥缈的存在